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同盟、堅尼地学院及堅尼地通识学院的时间 今天最主要是探讨5月堅尼地通识学院的课程 报名详程亦在下面的资讯栏 各位Simon的会员也可以看报名详程 来看看会否上课程 首先我想说一说 这个课程基本上有两个主要观众 第一个目标人群就是中四五的中学生 他们想了解多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东西 第二个目标人群就是对于创造写论 是有点兴趣的人 我们在这个课程中虽然是以DSE的课程为大纲 但其实我们都会铐上一些好的文章 从中都可以做到一些精进你写作方面的作用 我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 也有人会问为什么又要推出一个这样的课程 其实就是因为Simon的频道和Simon的目标 我们的观众大部分都是一些像我们那样 读书比较多 可能年长一点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比较年轻的听众 观众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或者这样的课程 希望大家可以联系一些年轻一点的观众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课程的课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第一课就会说 就是阅读和写作的相互关系 很多人就说 其实怎么可以改善作文 很多人就会说 其实只要多看一些书就可以了 那其实是多看些什么书 那为什么看书和写作有些关系 其实他们的关系是有一些 但是我们是要很理想地带出来 才令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写作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 就是DSE死亡之卷 阅读理解好像很难 连作者自己都答不出来 那这些部分 我们都可以通过 就是阅读和写作的相互关系 我们了解了之后 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做reading的时候 的一些内容 那最后 在第一课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处理 就是究竟如何评价 一篇文章 怎样才算是一篇好的文章呢 是不是他写得那些字很漂亮 深到不明白的 如果大家喜欢看董桥的散文 你经常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些字是很优美 但是你可能有一篇都要有两个字 三个字 你需要查字典才行 因为他人的文学畜艺就很高 那是不是写到这样就算是好呢 那比如一些其他的文章 他们可能用一些淺白的字词 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写得不好呢 或者是用得多的比喻法 用得多的手法就叫做好呢 那怎样才叫好呢 那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框架 和原则之下 我们一起去看看 如何去identify 哪些文章叫好 或者哪些文章叫不好 那我们就可以第一课 大概就会处理这些内容 第二课 第二课就是说 以往的一些考题 或者要写到的一些题目 其实他怎样才叫做写得好呢 那我们也可以尋找一些文章的具构 或者是题目的具构 来进行一些分析 令到我们更加精准的了解 究竟写了的要求是什么 那当然 如果你只是对于creative writing 是有些想法 你纯粹是想单方面自己写 没有人会改你的 那你也可以听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其实 你写一个文章的时候 你如果要写得好 其中一个就是目标要很清晰 情感要真摯目标很清晰 那你也需要为自己定一些框架 来写这些文章 因此 如何定立这些框架呢 其实对于你来说 写作方面都有些帮助 好 好 再下一部分就是 究竟写作过程 应该如何开展呢 我们由有个构思 看到的题目 或者自己构思的题目 然后我们开始构思 然后开始写 可以动笔 然后再考虑等等 我整个写作的life cycle 如何 而每一个这些部分 我们有什么需要去到注意呢 那也是一个好的方向 给大家来了解 不论你是需不需要来到考试 那第三个就是一个文章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 究竟文章的开首和结束 通常都是很困难的 虽然就是这个 好像Dear Jane的一首歌 未开始已经结束 所以因为有时候写不到 那开始 已经不想写下去了 哈哈 OK 那我们如何写文章的开头 如何写文章的结尾 会令到那篇文章 好像会令人首先 一开波眼前一亮 最后会发人心性 那我们也有些方法 还有一些文章 我们可以一起参考一下 来到我们去写的 最后就是可能 我都期望就是可以 就着某一些大家尝写的题目 又或者是一些大家可能对于 一些事正的题目 议论文等等 我们应该如何写一篇 所谓的评论文章 我希望我们有些实践的经验 OK 实践 当然不能只在最后一堂 在这个课程里面 基本上 只要你是沈先生的订阅者 或者你自己read了这个课程 你都可以交四篇文 好 但是我需要七至十个工作日才可以 改变得到 也是以一个很纯粹的方式 来比评论 未必就会就着 那四个 DSE的评论方向来比分 因为每一次我写的评论 都是长过 如果跟着那个方向去写 每一次我写的评论 都是比学生的评论 可能去评价一下 或者要精进一下的方向来处理 行不行 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第一课 后面我们准备就会上第一课 也希望大家可能从中有些得着 OK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探讨的问题 就是引起动机 如何评价一篇好的文章 如何在DSE的框架之下写到 评价一篇好的文章 阅读和写作如何存在相互关系 而如何利用相互关系 写到好的文章 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专注的部分 第一件事 我们就说如何评价一篇好的文章 如果海斌仲夏野这篇文 我相信各位只要是对于中文有点兴趣 或者是看过一下 就是学过一下如何描写景物的话 对这篇文章就应该不会太陌生 因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all time classic 那我就有些节目 OK 譬如说它这里 夜色加农 仓空中的明灯也都越来越多了 sorry 这里可以迟一下 海斌仲夏野 除了夕阳的逐渐西沉 天空的下光逐渐淡下去了 深红的颜色变成了飞红 飞红又变成淺红 最后当一切红光都消失的时候 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 即呈现出一片宿木的神色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 在深蓝的天幕之上 就闪射起来 它是多么大 多么量 将整个广幕的天幕 只有它一个放在那 在那里放射 令人注目的光辉 好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 那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试试 试试 这一句好像写得很优美 但其实它用什么方法 令它写出来比较优美 譬如说 天空的下光逐渐淡下去了 这个就用了修持手法反覆 不是这个幅 它是读反覆 但不是这个幅 因为在文言文里面 这个字是浮 读法是浮 浮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所以你说两个 就是再一次 我是这样去记住这个字 深红的颜色变成翡红 翡红又变成浅红 最后当一切雄光都消失的时候 断断断 那突然显得高而远的天空 呈现出一片宿目的神色 这里其实用了什么手法 这里是用了写景的其中一个手法 叫随时推移法 随时推移法 我不捨了 它用了随时推移法 即是形容一个物品 或者是形容一个事物 随着时间的流势 转变 而它在形态 或者各方面的转变是如何 所以你看到 这里也用了这个手法 是不是 这里后面 他说啟明星的时候 他说他多大多量 将整个广目的天幕上 只有他一个 在那里放射令人注目的光辉 好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 比喻过这些傻子的东西 就不用怎么看 顺带一提 这个《情言窗变宿目的神色》 那里用了二人 你会发觉 其实这一段很精彩 all-time classic的文章里面 其实他用了很多 我们所认知的一些 写作手法 后面这里就是 夜色家囊 仓空中的明灯 也越来越多 这个明灯就是说啟明星 仓空中的明灯 越来越多 这里用了借余法 OK 就是这样 你会发觉 我们看第一个文章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用了很多 我们所认知的手法 写下去 是不是 就是那些 比喻法 以人法 反复 然后又有 随时推移法 那些不同的手法 那是不是写得多 这些手法 就唯一叫做好呢 那我们又看下一篇的文章 那就是 朱智清的《何堂月色》 OK 那朱智清的《何堂月色》 其实是说什么 就是说朱智清 他自己 夜晚时分 走出去 散步 的时候所见到的景色 然后 书法 他对独处 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感受 OK 这个是他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那我们又抽一段出来看 是吧 OK 他呢 河堂的四面圆巾 高高低都是树 而羊柳 就最多了 他就说到 这些 有这些 的景色 是吧 是吧 树呢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 渣汉是一团烟霧 但羊柳的风枝 便在烟霧里面 都可以分辨出来 树梢上隐隐若若的 一大远山 只是有些大意罢了 树梢里也扭着一两点露灯光 没精打彩 是磕碎人的眼睛 他写了可能是 远处近处的景物 当然的修辞 我们可以先放下它 OK 那又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他都用了很多这些手法 最后他就说 OK 这时最悦闹的 要算上树上的 蚀星和水里的花星 但悦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记得我们去说 我们刚刚朱智青 用了很多手法 来写不同的景物 而民主的中心思想 基本上就是要带出 朱智青对于独处的感觉 所以其实 朱智青做多了一件事 他就是由境入情 由境入情 那你会发觉 在这些篇章里面 除了在真正的手法上 你其实要把自己的情绪 投射在这些文字里面 令到这篇文章 除了是很美丽的 以修辞手法计之外 其实是会令到 读者感受到真正的情感 热闹是他们的 但我什么也没有 这一种就是由境入情的做法 即是说 相对起 一些很特意要摆下去的手法 将自己的情感 投射到那篇文章那里 而是又感染到毒者 亦是我们如何评价 一篇文章的其中一个关键 我们再看看部分 如何评价一篇文章 再看朱智青的背影 如果大家有看过朱智青的背影 都知道是一个 违反交通规则的现场 至少朱智青和爸爸的关系不太好 但从爸爸一次送他去北平的 坐火车的经历 看到是爸爸对他的关爱 也表达了朱智青对他父亲的感激和思念之情 他在这里写 他爸爸如何去爬过铁路 他爸爸很肥 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深青色的棉袍 于是他慢慢去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但是当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里的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两手攀上 两脚再向上縮 他肥胖的身指 向左眉睛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的身影 我的眼泪都要跌下来 我说的是擦拭了淚 怕他看见 也怕其他人看见 我向外望时 他已经抱着朱虹的骨子 望回走了 过铁道时 他先把骨子放在地上 慢慢爬下 然后再抱起骨子 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去参附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 骨子一股脑 放在皮带衣上 于是泡泡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轻松 我们先看这几句 先看白领子 你会发觉他在这篇文章里 他首先描写了 他爸爸如何努力 去帮他买骨子的故事 的过程 然后这个时候 他看见他背影的眼泪 都很快流下来了 他有情感 那为什么他又再进一步是好呢 因为他就加入了另一种 加入了什么的元素 加入了一种 令到读者可以合理推断的空间 第一个是 其实 爸爸买橙 当然是骨子 另一个果实 爸爸买骨子 如果路边摊直接有 作者的爸爸不需要爬过铁道就能买到 直接原地在车側边买到 其实这件事有多感人 好像又不是太感人 如果要爬过对岸 跟对面的月台 但是 主称的父亲 他其实是什么 他其实很见识 见步如飞 要走到对面的铁轨 买骨子 其实也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对吧 但是为什么他集中寫 爸爸的动态 和他的衣着 因为他的衣着 令到他不太方便 去做这些奇怪的动作 加上他爸爸的体型也不方便做一些攀爬的动作 看见他这么辛苦是否令到爸爸买骨子的这个举动 又很平凡落百佳买东西变成一件很感人 或者是起码体现到爸爸对于朱志青的关爱的方向 会更加令到读者是有合理的一个联想 你可以想象 你想写可能爸爸或者妈妈对你的照顾是无微不至 有一次你可能就生病了 于是妈妈煲粥你吃 这件事可能只是打电饭煲倒点米倒点水然后按煲粥键就完了 这件事就有点 说不上的一种平淡 带不出那种母亲对于儿子或者女儿生病时悉心照顾的那种情感 如果我们把写的方法转一转 如果我们把写的方法转一转 就变成 早上我发烧妈妈六点钟已经出了门口去买雜货铺买东西 然后就回来买一些瑶柱浸好 六点钟不知道要买雜货铺 总之很早就去买好材料 然后 就站在一个雅煲面前 就开始煲粥给我吃 OK 然后在煲粥那两个钟 妈妈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座头 为什么呢 因为她害怕 粥是会焦 最后她将一碗热腾腾的粥 一口一口的餵给我吃 同样都是煲粥 就像这个早上买材料 然后站在一个雅煲面前 搅粥两个钟 让粥不要焦的这个母亲 好像有关外 关外儿子多过 打开电箱煲到米 然后按煲粥锡的母亲 但她正在做同样 所以你会发觉 你会通过你对情境的描写 或者你就会令到读者有合理的幻想 合理的投射 令到他们和你的情 是更加容易产生共鸣 这个又比 就接游警入情 又好像又去了另一个层次 OK 那我们可以看 她后面其实有 用了两个方法 令到那个读者 是可以有合理的联想 是吧 她呢 就买完橙 买了骨子 给了作者 之后呢 过一会儿就说 我走了到哪边来信 OK 用她说 我走了 就是顾作轻松 是吧 我看她走出去 她走了几步回头 就跟我说 进去吧 里面没有人 是吧 你有没有试过 目送一个人离开 就是跟她说完拜拜 好像冷却轻松 那到她走的时候 到你真的目送她离开 那你自己又走着 你都回头望一望她 因为你有点不舍得她 其实你看得到她 爸爸 就是送了她上火 其实有点不舍得她 所以才会三步一回头 回望去望一望 是吧 OK 就是可能你如果试过去送机 或者你自己要移民走 是吧 你站在机场的离境大堂 是吧 你目送着你的朋友离开 你都走着 你回头望一望 你发现 原来你的朋友都回头望一望你 此时此刻你两个的眼睛 在空气中双回 OK 那种不舍是否更加强烈 又或者是你自己走了 你自己要移民 你回头望一望 这个你长大的香港 好像这几年之间 变了很多 好像未来的几年 都没什么机会再回来了 那种回头 那种不舍 才会令到你 除了说很心中不舍 那种感觉 是会更加强烈一点 所以又描写一个情景 令到读者有适当的联想 继续带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情感 就会是 又好像又去了另一个层次 是不是 所以一篇好的文章 是不是有一个check point 就是说你做了这种东西 就叫有的好的文章 不是 上述的这些东西 你说他有没有特别的手法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 但是他写出来的时候 他的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 要 加上一些手法 其实他会令到读者 他的客观 方法就是 令到读者有适当的联想 继续对于读者的情感 容易产生共鸣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 都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可能我们去看另一篇文章 就是《王力的请客》 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基本上就是 跟前面所写的 写景或者写人物的书情 说理篇章有点不一样 我们今天这个 就是议论文 议论文怎么写得好呢 其实可能大家在生活中 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去写一些评论文章 OK 我觉得就是 其实报纸的评论文章 是很难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报纸的评论文章 很多时候 都是很短 要在很小字的情况下 带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你有没有试过 样样洒洒洒 可以写两三千字 但是 你的意见 浓缩成500字的文章 投稿 去报纸 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 所以 如果你去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所谓的评论 或者议论的篇章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些位置 需要注意 令到我们写得更加失声 简洁有力一点 OK 今天可以看王力的请客 基本上 他这一个 篇章 就有五段 而每一段 他都有个重点 第一 就是中国人 是喜欢请客的民族 我们稍后会看一篇文 第二个重点 就是 中国人 应酬请客 是要满足人家 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他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国人 喜欢请客 第三样 就是 请客 为什么那些人 会喜欢请客 有哪些人 是特别 喜欢请客 原来就是 那些最沽寒的人 最喜欢请客 因为 当你请客之后 那些人 受理二分四 是吧 或者鸡腿打的人 牙靠远 受理请客的人 就需要 做些事情 去回馈 请人吃饭的人 OK 而那个 回馈可能是 比 请人吃饭的人 因为请人吃饭 要付出的 价值 是多很多 所以 原来就是 最沦逆 最高行的人 最喜欢请客 他就分析哪些人 特别喜欢请客 然后就去否释 就是说 请客 是不是一个好的风气 是不是可以联络感情的呢 还是他里面 是有其他的原因 导致 他们是会 需要请客呢 这样 会造成一个 如何不好的影响 又或者是请客 这里 都是一个方向 带出来 最后他就说 如果人人都是 作者最后 提出他的 Application 提出他的倡议 就是 可不可以 大家都 不要请客 会不会对于 整个状态 会好一点 整个风气社会 会好一点 就是这样 这个部分 都是 可以 注意一下 OK 这个部分 都可以 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 如果有时间 有空间 你都可以一起看 其实他就写得很正 第一段他就说 中国人喜欢请客的文作 从抢付车费 抢回抄 到大宴客 没有一件事 不足以代表 中国人是一个 离阳之邦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都是我的钱 大家不分给钱 你可以吃我的 用我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种情况之下 西洋人就觉得很奇怪 恕我钱漏了 没见过西洋人 试过抢车费 抢过回抄 在欧洲做学生的时候 因为穷大家都会主张西化 饭馆里面吃饭 各自付各自的钱 商约 不抢回抄 西洋人宴客是有的 但极少 极不轻而有一次 最普通的只是来一个茶会 不像中国人这样 经常请朋友吃饭 这些事情 都显得 中国人比西洋人更加 慷慨 更会应酬 是吧 他首先 做了social fact 将fact 说出来 其实 为什么 中国人和 西洋人 在请客的风气上 有什么不一样 第2段 其实他就提出 中国人这种应酬 是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不用钱就可以坐车 吃饭 看电影等等 受惠的人应该高兴 一高兴 再高兴 三高兴 高兴的次数多 被请客的人 对请客的人 就有好印象 如果被请客的人 被我们违高 就有求 必须遭我升官发财 如果被请人被我们为低 他都可以到处出去逢人说 增加我的声誉间接 都于我有益 所以他就看 请客是一种手段 是吧 原来大多数人 请客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 不是罕阁 而是权贸 所以才会 出现了一种 所谓小往大来 就是 花一点钱 然后希望有大着数 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兄弟 或者对于父母 这么论识 但是对于街外人请客 就是一扎千金 哈哈哈 因为请其他人吃饭 可能有点好处 现在未必体现 将来就会有 OK 后面他就继续承接下去 就是说 既然这么正 哪些人特别喜欢小往大来 就是一些特别沽寒的人 因为特别沽寒的人 他们就最喜欢 就是 小往大来 小着数 然后多回报 他们就提出了几个情况 就是令到这些 很沽寒的人 感觉到十分痛苦的事情 第一样就是 抢给钱 但没有真的想着要抢给钱 结果自己抢到 这些就吃了阿爸规 第二样就是 他们请客吃饭的时候 因为他们想有 小小 小小的利益 就有 小小的请客 然后有多多着数 小往大来 所以他们在请客上面 他请什么 怎样请又费尽心神 所以他就特别 作者继仪 就 move on 下去 就是说 OK 那就是这种论识人 特别 喜欢 请客 因为他对于 小往大来 特别迷戀 所以这个是手段之中 有手段 权谋之外 有权谋 最后 就说 其实 不如 请客是否很风气 能不能联络到感情 他就可以探讨 请客是 那个 权谋的 权谋是什么 OK 这个后面就说 曾经有人请客被人请 请完之后还要出来骂 是不是真的联络感情 其实不是 所以 整个请客的哲学 都真是害人不赔 又要花钱又要被人骂 是不是 所以 被请客的人 都有时很痛苦 明知受人钱财 就得与人笑 但没有拒绝的勇气 于是计划还值 或者回客 是不是等等 所以 其实对于被请客的人 都是非常痛苦 不如 都不要再请客 OK 那就提出了自己的application 你会发觉 就是王力在他的文章里面 先交代的背景 然后再说 请客的本质 是手段 和权谋 然后再顺势推下去 哪些人 喜欢使用这个手段 和权谋 就是资猪必较 和论识的人 然后再说下去 就是 对于 请客的风气 做一个分析 他是好 还是不好 最后 就是从 被请客的人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 如何去看待这件事 最后就是说 不如大家都不要请客 OK 你会发觉 他整个结构 都很清晰 密络是层层递进 这个也不是 他写得很精彩 调刊得很搞笑 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No not at all 是一定是 他的 文章 尤其是 他的结构清晰 层层递进 令到一些人 可以跟着你的思路 好像龙那么威 是吧 这样说 如果 那个结构 跟你没有话题 然后这个时候 就像邓子峰 邓长 当你用李天明的思路 跟着他的思路 你慢慢就会找到话题 和仰道理 就是 如果你那个 写作的结构 是很structural的 OK 令到人可以跟着你的思路 一路去 那我们都可以评价 一篇好的文章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我们从上述的几篇文章 海斌仲夏夜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浩唐月色 跟着 朱熙清的 背影 和 王力的请客 你都看四篇文章 你会感觉到 他们有不同的层次 第一就是手法很充足 第二就是在手法之外 亦都加入 个人情感 第三就是 在手法 个人情感 之外 再加上 令到你的个人情感 更加 具汇染性 令到他更加容易 感动到 读者的一些 情景的描述 而在王力的请客里面 他就是通过一个 很有 热扣条理的方式 层层递进 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带出来 所以你会发觉 无论在手法上 内容上 情感上 还是结构上 各样的方向 其实都会造就到 一些好的文章 既然我们知道好的文章 是有哪些元素 那就反过来想 莫非就是什么 莫非就是当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 这些元素呢 这个很重要 我们也可以继续看 基本上你会发觉 就是内容表达结构 跟着标点字体 错别字 就是一篇 DSE的文章里面 一个好的 文章的评分的方式 他就是根据这些内容来评分 他虽然是一个 考试的论词 他有考试的 考评准则 但你没有发觉 我们去看待前面 这些文章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是 用考评的准则 来看 我们就这样 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 来看 我们去思考 考虑这些文章 是不是好文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用到 这些 category 去分辨 那篇文章 是不是好 或者差 当然 好之中 有哪些好点 有哪些没那么好 这个真的很难说 百货应百客 如刹神说的 永远记住 百货应百客 OK 但这个再说 实际上内容表达结构 接着这几个 category 其实他还有很多个细项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是 你是读中学 在看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知道 那些细项是什么 我们之后 后面 第2、3堂那里 就会work on 我们先做一个 框架式的介绍 那第3件事 就是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好的文章 什么是不好的文章 而 我们知道好的文章里面 可能有些手法 可能也有一些 情感的投射 而怎样加强 情感投射 和在文章的铺牌上 更加有结构 更加层层递进 可能就是我们想做到的东西 就是去评价片 是不是好的文章 那我们再去看 就是写作 和阅读的关系 写作和阅读 其实是一个 相互关系 我形容 写作是一个 化繁为范的过程 而阅读 碰巧是反过来的 是一个化繁为范的过程 当你去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无论是 报纸上的书面评论 还是你在其他人看到的散文 OK 其实你看到最后 他可能说了他很多的经历 那些经历可能很感动到你 其实看到最后那篇文章 他可能他的题目 或者他的中心思想 是想表达作者可能对于 可能是亲人的愧疚 可能对于 过去的怀念 思念之情 是不是 或者很 亦记起以往的香港 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有种无奈感识 感叹 惋识之情 都可以 其实你会发觉 他写这么多字 很多时候 最后都是 Serve 一个 purpose 那个 purpose 就是表达他的情感 带出他的道理 完的 是不是 而可能那个情感 每个读作者都不一样 但是他为了 表达他的 情感 或者道理 他就写了千几二千字 你有没有发觉 OK 基本上 我们去 写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身 是我们要有一个 所谓的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我们已经有个中心思想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想 怎样表达的 剩下的文字 只是表达的工具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要表达些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三言两语 可能百多二百事都说得清楚 但怎样更好表达 我们要写一篇文章出来 对吗 所以中心思想这件事 是可以很短的 例如你想写一篇文章 歌颂 Billy很英俊 中心思想就是Billy很英俊 里面怎样歌颂 那些文字也是一个工具 但是可以写到 一篇文章 三四千字 甚至写一篇文章 歌颂Billy是一个英俊 可以吗 所以中心思想 它本身是一件 极短的东西 OK 然后当你去写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是 将一些极短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paragraph 或者变成了一篇文 这个就是你写了的时候的flow 当然 当我们去监想 或者阅读一篇文章 理解的时候 变回了 我们在它 云云那么多字里面 要找回中心思想 那我们怎样做呢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 譬如我一个中心思想 其实是有一间 有一间餐厅是很好吃的 好吃 有一间餐厅是很好吃的 餐厅是很好吃的 有一间餐厅是很好吃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OK 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 铜锣湾后面 灯笼街 就是黑森后面 我以前经常去的 因为那里有封键游人 好东西也有 褪食也有 封键游人 OK 我很喜欢它 有很多好东西 譬如我们想写一间餐厅 那间餐厅很好吃 是一间日式的 Ysakaya 一间日式居住 我们想说这间餐厅很好吃 于是我们就有个中心思想 但是好吃之中 又怎样带出它很好吃呢 第一样 可能我们外面有很多人排队 这间餐厅外面有很多人排队 有没有见过 有一间餐厅外面有很多人排队 香港人喜欢排队 当然不喜欢排队 如果不是 三年前 排队检疫的时候 每个人的額头都作着四个字 没人喜欢排队 但是你发觉当你走过餐厅 看到餐厅外面有很多人排队 你会想起什么 排队的人 每个人都是洋溢绝笑容的 很happy的 你会想起什么 这间餐厅一定很好吃 如果旁边的餐厅没有人排队 以及里面是没有人 而你进去准备做第一台客 你一定是觉得多人排队的餐厅 比没有人的餐厅更好吃 是吗 正常 这个 我们写完这个 我们等了很久了 终于入到餐厅 到处看环境 发觉这间 这间 设计很日式 很日系 当然实际上 怎么写 又可以再去处理 做一个indication 哇 有红灯笼 有榻榻米 哇 很漂亮 是不是 招呼你的服务员 事应生 他自己都是穿和服的 哇 你真的觉得很开心 OK 很有日本风格 好了 第三样 坐下 我们 一坐下 看到 就是 师傅 很认真工作的样子 是不是 OK 认真工作的样子 你知道啦 吃这些这样的餐厅 是不是 都贵贵的 那师傅通常是一个 open kitchen 煮给你吃的 那你 观想他去煮 又是一番风味 表演 或者是 收费的一部分 这个表演 我看到这么认真 你会有一个合理联想 他这么认真煮饭的人 应该煮得出来好吃的 是不是 OK 好了第四样的 你开始跟师傅聊天 也是那句 收得这么贵 师傅都要entertain你 那你就问一下 你怎样 怎样会开这间餐厅的 那可能就回答你 哦对呀 因为我去日本学艺十年 是不是 OK 那些寿司 或者一些 不是寿司 那些鱼衫 每天 早上空运到香港 很新鲜 你开始 写他 奋斗的故事 你现在学艺十年 虽然十年不是很长 如果是日本餐厅来计 但都很久了 那 转型了十年 那说明什么 他很公价 他做出来的东西 应该都令人相信是好吃的嘛 是不是 OK 好了 第五样东西 于是你吃吃下 又听到隔壁的人在对话 OK 隔壁有个日本 他就说 哎呀 好吃 好像犯了日本 那样 是不是 OK 那于是 你就 他日本人都赚好吃 是不是 OK 那说明 说明 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 OK 好了 此时此刻 我们 寫了五句 或者可能 寫了 每一个这样的题目 都可能寫了两句 无论是五句 还是十句 也好 此时此刻 我们是否有个合理的推断 就是 这家餐厅挺好吃 是吧 但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还没开始讲究食物 OK 这个食物是怎样 吃了些什么 没有的 但我只是看到这五句 或者这五个题目 衍生的 可能每个题目 两句 可能十句 我已经产生了一个 很合理的联想 令人说 这家餐厅挺好吃的 但我还没讲到任何和食物有关的东西 那家餐厅在吃什么呢 原来在吃炸豆腐 是吗 OK 也很好吃的 是吗 炸豆腐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 我们是可以就着 这家餐厅好吃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说到 只能写一段 或者只能写一个短的篇章 我们可以写到这六个方面的东西 都是指向 这家餐厅很好吃 这家餐厅很好吃 是吗 OK 那我们怎么做到的 第一样东西 排队或者看见那些人仰日绝笑容 这个在 这个在 手法上叫做 侧眉描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 中学生那时候 中学生那时候 都是会很风电的 你没有试过 你见到前面有个女生 或者男生 我觉得她的背影挺漂亮的 或者挺英俊的 OK 然后你突然快步 走上前 然后看一看 看一看 是不是英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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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有没有试过这样 我连中学生那时候 经常都会这样 然后我的兄弟 就会在后面大喊 Billy 买龟及女 OK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不用的 OK 你知道看迎面走过来的 美女或者 迎面走过来的 阿叔 有没有刑事 你前面觉得 那个背影很漂亮 相信她正面都应该很漂亮的 男孩子 或者女孩子 如果有 九乘九都应该是漂亮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从其他人的反应 你可以推敲到 你前面的背影 你觉得她会是很英俊 或者很美女的 一个人是美不美 是吧 人问 是会用她的眼睛投票 OK 所以同样道理 这个动作叫側面描写 这个日式的餐厅 里面的装修很漂亮 有红灯笼 有榻榻 这些气氛的圈 你看到她做事很认真 跟她对话之间 发现她是学艺十年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人物的描写 最后旁人的对话 也是那一句 就是旁人的反应 或者其他人的反应 都可以带到出来 就是 你从側面描写 需要描写的对象 这也是側面描写 最后 炸豆腐外吹内远 是不是 然后那些 木鱼在上面 好像偏偏起舞 那样 因为一些热力 这是直接描写 你会发现 其实是 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用很多不同的文字 来写同一样 就是这家餐厅 很好吃 其实写作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就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做一件事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题目 有个中心思想之后 你就在想 我怎样 去从不同方向 或者用 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 同一件事 那你那篇文字 就会 无论是情感上 还是表达方式上 都会增值 这个就是一个化检 违反的过程 简单来说 就是 有了一个 题目 或者中心思想之后 疯狂加入 可能我们前面 铐赏的文章里面 一些好的结构 好的手法 加入一些 适当的 汇染 加一些适当的 情感透射 你已经会令到这篇文章 由一句 由一句的中心思想 变成 一个paragraph 变成 一段短的文章 这个就是我们写作的一个过程 行不行 如果 我们今天大概 就处理到这里 如果有同学 就有问题 不妨随时 可以 email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大概就处理到这里 我们下次就会 apply 这个写作和阅读 相互的关系 然后试一下 看看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这样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